有都是找找自己的原因 好吧 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 有没有认证工作 好不好 这么多年都是这个价格 我真的快疯掉了 OK 今天这个事情其实已经过了很久了 但是我还是想聊一下这个事情 其实对于李佳琪这个人 我问过我身边的朋友 其实很多人都没有买过 包括女生 但是也是有人去就是小女生或者是一些人去买过 他们的一个评价其实就是OK 以前在他们的店铺去买的时候会有优惠 我等会会解释为什么会有优惠 会比我们平时正常买到的会便宜 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背后来说的两个点 第一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李佳琪这样的人或者是这样的机构 或者是这样的社会组织去偷走了大多数人的工资 应该涨的那一份工资 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这个事情 我们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在这个社会的一个位置 其实大家我昨天要吐槽就是这张脸 其实我第一反应 这个鼻子怎么这么怪 我觉得应该是做出来的 包括这个双眼皮什么的 虽然评价别人外貌不好 但是说实话我是挺不喜欢这样的 对我这样一个资料来说 我要说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我们我们去那个 就是为什么 没比 为什么 然后我们直播间 为什么会有人说他的直播间里的东西会比我们正常买到的便宜 其实很简单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作为头部主播或者是互联网企业 他们拥有流章的情况下 其实他们会产生一定的意见能力 就是在商品层面上 所以就会 比如说我现在有100我能做到100万份的订单 那么原本市场价格15块的东西 我可以 就是可以谈到就13块 这样给到消费者其实是有好处的 但是其实这样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就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为什么会原来15块东西就是15块 而他的成本10块 为什么他可以拿到13块 那么这部分被拿走的部分是谁的利润 那肯定是企业的 企业的利润又是谁的利润 那肯定就是包括老板 包括就是所谓的员工 所有员工和上下游供应链 这个上下游供应链 可能通过这个供应链放大之后 一块钱的差价 可能会变成5块10块 这样子 因为呃 大家知道就是市场流通的流通的那个财富总量是跟 就是那个货币流通流通总量是跟发行货币数量跟流通速度有关的 你这样去把15块变成13块的过程 其实是减少市面上的货币流通速度 其实整体的财富就会减少 包括所有人的工资都会被 相应应该成长的部分会被拿掉 比如说原来那两块钱是应该给工人的奖金 或者是给大家涨了工资 那么可能这个过程就会被 拿走 因为一个现在出现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 就是大家买去网上买电器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上面会写电商特供 什么叫电商特供 其实这个东西可能是 呃 原本是卖15块的 他成本10块 但现在能做到9块 为什么能做到9块 就因为他用的东西跟正儿八经 就是应该在市场上上流通 正常流通的就是合规合法 然后达到很强的质量标准的 他是有差距的用的材料或者用的工艺 他为什么可以呃 做到呃9块 就是这个原因 那么就会出现一个东西 就是呃 所谓的劣币出去去2币 就是很多人看到这个便宜 哎 更原来看上看上去差距是没有多大的差别的 所以就去会去买这个9块钱的东西 其实对于整体社会来说都是一个损失 这就是呃 我想说的第一点就是 李佳琪偷走了打工人的工资 就是应该去给予大家的一个财富 一个一份工资 就是这个过程中呃 其实是不会造成社会的良性循环的 包括之前就是福特汽车为什么会能在流水限制的这个事情上能做起来 呃 就是福特这个创新的话 福特汽车 就是因为他把相应的企业利润给到了就是以更高的薪水给到给到工人阶级 然后更多的工人能呃 去买得起福特生产的汽车 其实造成了社会的一个正向循环呃 但是其实上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社会 其实现在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一个负的就是涅币去驱住良币的一个负的呃 循环呃 其实呃 币圈 其实币圈最重要一个东西就是呃 他的经济代币模型 其实就是为了正向的激励这个事情的推动 呃 其实代币模型就是这个目的 就是正向反馈 购建一个正向反馈的一个系统 包括比特币 你看的那个 呃 POW 挖矿矿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正向的经济循环 这样一个过程 呃 透过本质的话就是这样 但是呃 为什么我们想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没人会去管 头部 头部主播这些 或者企业的他们的一个 呃 应该商品质量或者这些方面的东西从来不会管 但是只会抓一个东西就是呃 他们有没有缴税 呃 呃 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 其实我们社会是分成两个东西 两个阶层 不要大家说什么资本资产阶级或者是呃 无产阶级这种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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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分法 而且我觉得 就是马克思或者是恩格斯 他们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都才二十多岁 其实对社会的理解 你想想你对社会的理解在二十多岁的时候是不够完备的 包括我现在为止都是不够完备的 可能你到三十四四十四五十岁以后 可能才会有自己更深刻的一个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东西他们这个分法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社会只会分为两个阶层 一个是十岁阶级 另外一个就是纳税阶级 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其实你你觉得你的老板 会比你牛逼 但实际上他也是属于纳税阶级 那十岁阶级是谁 其实呃 这个我不说 大家也知道 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就是 哦 刚才提那个问题 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查过产品质量 而是查他们有没有收税 其实很简单 他们的存在只是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他的工具作用是什么 就是把月薪两千三千四千这部分 就是六好像我个税是六千起真 是吧 六千以下这这部分人 他们的税收收起来 原本你通过他的工资收入只有三千块钱四千块钱 你想收上税 你根本收不到这部分 他的税 然后每天都是在那些商品里面 其实收的税是很少一部分 但是如果 呃 这些投入主播去做直播带货 其实以这个低价形式 把这些人的 钱聚集起来之后 然后 呃 再去收税 可能个人所得税 搜这些投入主播的个人所得税 可能是50% 那么变相的其实是收到了 呃 我们所有人看到 没有办法去收税那一部分人的 呃 就是就是税收 其实对于整个他们所需要的那个阶级 就是对于实税阶级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 这所以为什么 我们从来对这些投入主播只是去查税 从来不管商品质量 就是这个原因 也不管他们后面去做的什么操作 呃 其实 呃 说说白了就是说 这也这样的东西其实属于系统性压大的一部分 呃 我不反对就是大家通过自己劳动或智慧去查税财富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剥削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 对整个社会或者是对整个社会的进步 其实是有害的 ok 呃 今天就讲这个吧 呃 因为最近其实币圈没有什么太多让我兴奋的东西 其实我就没有怎么更新 后面会如果有新的东西出来的话 还会继续更新 ok